中国和美国重启熊猫外交 中国两只大熊猫 宝利和青宝 已经抵达美国华盛顿 正式展开为期十年的旅居美国生活 年仅三岁的宝利和青宝 是在15号早上从四川乘坐专机 抵达华盛顿附近的杜洛斯国际机场 随后就被送往华盛顿国家动物园 整个行程总时长是约19个小时 院方表明 这一对大熊猫将先隔离30天进行检疫 并在明年的1月份正式和公众见面 熊姓大熊猫宝利的妈妈 就是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出生的 而它的外祖父母是旅居当地 20多年的天天和美乡 根据中美之间的协议 宝利和青宝将旅居华盛顿10年 如果他们成功地繁殖下一代 宝宝则要在4岁的时候送回中国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